因为丈夫要纳窃国会议员的妻子把事件闹上法庭 诚信党沙亚南区国会议员卡丽莎默准备在年秒纳窃 而她的原配再顿 昨天获得沙亚南伊斯兰高庭发出准令 可以针对卡丽莎默纳窃的申请入禀答辩书和提出反起诉 随着法庭主部官诺比迪发出这项准令之后 沙亚南伊斯兰高庭定在这个月20号把此案重新过堂 如果双方无法达置协议 可能驳回卡丽莎默纳窃的申请 卡丽莎默在11月25号申请纳窃 并且计划年秒再次结婚 但是遭到妻子反对 根据伊斯兰教规定 穆斯林只要获得原配同意 就可纳其他女子为妻子 一个人可同时拥有四位妻子 并要保证在衣食住行金钱等各方面 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个妻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